老庄常談 第十集 根據統計 35歲到75歲的年齡層 每100人就有3個半到7個 潛藏有腦動脈血管瘤 一旦破裂 病情往往來得又急又快 年輕壯年也難逃毒手 這個月上旬 陳水扁女婿趙建明的胞弟趙建勳 因腦動脈血管瘤破裂而猝然辭世 享年才50歲 4年前 模特兒王庭佑 也因同樣情況 而在會議中倒下不起 年方41 而知名主持人 胡瓜和麗青 音樂人 袁維人 也都被檢查出有腦血管瘤 腦動脈血管瘤沒有徵兆 很難察覺 直到他壓迫神經 才會產生一些症狀 這時就要特別警覺注意 比如說 突然劇烈頭痛 突然視力模糊 視野改變 看東西變成兩個影子 或者是早上起床時 經常頭痛或頸部僵硬 發現一邊的眼皮無故下垂 睜不開眼睛 又或者突然害怕聲光刺激 喪失嗅覺 或者是突然嗜碎 暴怒或反應遲鈍 一旦發現自己或家人有這些症狀 就要趕快去醫院檢查 以免延誤病情 也不要以為吃止痛藥就沒事了 更重要的是 在日常生活 要採取四大預防策略 首先是要戒菸 因為抽菸容易使血液擬結堆積 造成動脈硬化 其次要妥善控制血壓 如果患有高血壓 就要按時服藥 生氣劇烈活動 吃的太辣 多容易造成血壓瞬間劇烈活動 要避免 接著要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 這有助於穩定血壓 如果去泡溫泉 不要泡太熱 或是泡太久 最後 則是要坐席正常 不要熬夜 腦動脈血管流 不是中老年人的專利 據統計 五十歲以下的患者 就佔了四成二 要特別請青壯世代的朋友 珍惜自己 做好預防 牢牢記住 戒菸控血壓 運動不熬夜 不要讓自己在前途美好的階段 就提前下車 但是 有些行業的工作性質很特殊 他們沒辦法維持正常作息 比如警察 軍人 交通運輸 等各行各業 他們為社會付出的犧牲很大 在這裡 要特別向他們表達敬意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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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